人有四肢,一年有四肢的 另外就是我们是有蹊跷 蹊跷就是因为两个鼻子 一孔,嘴巴,两个耳朵是蹊跷 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周是七天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12队这个 12队也就24阵队 所以我们现在当中是有12个月 24阶期 我简单的举这个例子 它其实和我们的自然 它是有一种整体的这么一种 幻灵这个领域 这从这里看出来一点 就是什么呢 神说是按照它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 因为这个人是造的 本来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人体 还是有很多的奥利在人体里 这里呢 就是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点 那么造了以后 出来管理万物之后 然后呢 在创世纪的二章一到三节 就是下面一章 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写了它一切的功 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神写了它 创造一切的功 就安息了 创世纪呢 我们在后边的课室呢 会详细的查考 包括在这边记载了 第一天造什么 第二天造什么 然后造人 然后到第二节的时候 到西里湾 我都起了 到第七日 叫安息 为什么说 有的说 到这个礼拜天的时候 有的叫安息日 或者圣日 祖师啊等等啊 都有 我这里来的 那么 其实呢 就是说 在这个上面的记载的呢 神呢 创造了这些天地万物 创造了人之后呢 然后最后是进入了安息 进入安息就是 或者是吧 安叔美好的日 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 来帮助理解这个安息 是在《始图形传》的 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不行吧 在这个 《始图形传》当中 第一托后边的 分当十九到二十节 所以 你们当 悔改归证 使你们的罪 得以图 除我 这样 那 安叔的日子 就必从 主面前来到 主也 一天请 一定给你们的 集中 严肃降临 这里面提到了什么 说是要反悔改 更把罪除我 然后呢 这安叔的日子 就必在 主的面前 这个牌道 这里面这个经文 放在这里 什么意思 啊 就说 人一开始 本身 什么意思呢 做完之后 是过着安生美好的日子 也没有说过的是安叔美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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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来 详细的来讲 其实那前一天我们在讲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些人这一生啊 这一生啊 经文上也有说 其实是更多的 反而是什么 这劳苦愁烦 没有安叔美好 对不对 那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对吧 我们等一下看就会再搞到 这里面其实也有写到说是什么 说是罪得涂抹是原因之类 是罪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回来 详细的来往后 是怎么说 这是 源头 是好的 对吧 起初神造的按他的形象和样子造的都是什么 都是好的 神是圣洁的 他造的就完美 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看一下 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是多吗 谢谢 哪里 我们看来 叶河华臣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上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认识必定死 这里给讲 这里是说我们前面不是看了 就是叶河华他到了之后 KD1物到了之后呢 安息了之后就在这里 这样查长里面 然后呢告诉他们 他们安置在这个伊甸园当中 这个园子就是 看十五节上面 十五节上面 英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去修理看守 这个人呢就是 就是 我们再看到 这个第七节 也是二章的七节 所以英和华用地上的 陈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国人 名叫亚当 这个人是亚当 不好意思 刚才在这样 然后一起来打断了一下 就是他造了这个亚当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 一边 现在可以知道吗 这样也可以 现在被打在 亚当呢 然后把它安置在一边园当中 安置在一边园当中呢 然后呢 就是刚才 特利康读到的说 吩咐他说什么呢 就是给他一个约定 他说这园里面 一边园中 这种树上的果子 你就可以随意吃 只不过呢 你有一棵啊 那个分解善恶树 那善恶树呢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这种 就是说一棵树 你不能吃的 那其他的这些果子 都可以吃 当时神呢 他是给他 讲了这么一句话 也算是一个约定 找一个约定 告诉他 那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 手术有没有 遵守这些话 在《创世纪》的三章 一到六集 再过来一张 再重想 天华是道理 唯有蛇笔 贤密灵切的活物 这叫法 蛇对于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 你们吃 原中才有受伤的果子 有人对此说 原中受伤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唯有原当中 在受伤的果子 您说 你吃也不可摸 别人以为 蛇对于说 你们规定了 因为是 你们吃的 你严重减量 你们这日主食 知道犯罪 于是 你人见了 何时他的果子 否作食物 也愈人的眼望 且是可喜爱 是能聚会 就摘下果子来吃 又给他胀子 他胀子也吃了 这里边 这是 分成 清典的 正经的 里边的一个故事 这个女人 就是 夏娃 夏娃 我记得 在前面一章 前面一章 二章的十八节里面 说 依赫华是说 那儿人 那么俱复好 我要为他 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就是 这个人 就是夏娃 他的配偶 那么 蛇呢 就是 夏娃和夏娃 一开始在一店员当中 对吧 然后各样 食堂的果子 都能吃 但是他 三个食堂的果子 不能吃 把一个吃的 就定死 那么 在这个 嗯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是吧 一店员中 有一条蛇 蛇 蛇对这个女人说 这个蛇呢 我们 首先 关于 这部份内容 还会提起来 好 你正常来讲 蛇呢 它是不会说话 对吧 那么这里边呢 它也是一个 啊 一个这么一个说话 哦 这包是什么呢 神其实真说不许 你们吃 原浄三个果子 那女士是怎么回答他 比如说 原浄书上的果子 我们都可以吃 我们可以吃 唯有当中 那个书上的果子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我们也在里面吃 那么 你们 但是 神当时 是怎么 是怎么 给亚当说的 神当时 在《创世纪》 二章 十七节里面 说是什么 说 这个时候的果子 也不可吃 因为吃的是必定 我们来看一下 神给亚当说的是 吃的时候 必定 这个程度 是没有任何的什么 吃了 就必定 神当时 然后 通过 那么亚当 听到这个之后 肯定要什么 要给他的这个 配偶要说一下 这个事情 不然的话 他不知道 他吃了 不就死 对吧 他也给他的配偶说了 但是当他配偶这里 变成了什么呢 也知道这件事 说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他知道这件事 但是 我们来看他这个说话的时候 从程度上面来讲 是不是和必定死方面 他还是有什么意思 听起来好像 他确实实在是 就免得 这个意思就知道 但是呢 程度 有差异 对不对 因为人对这个 神的这个意思的理解上面 已经感觉有点 不是那么的 斩钉结体 那么的绝对 对吧 那这时候在听蛇总说 蛇给他 从他的这个 这个 言语里边 听出来 他没有那么的绝对 之后呢 他说什么 你们不一定 这个蛇就把 把那个 什么 神的话 歪曲了 对不对 家天 说你们不一定 对的时候呢 是简单的 来讲一下这个故事 后面会有 更深一层次的 来考 为什么 因为他吃这个 善恶果 对吧 吃这个善恶果 他有什么好处 他肯定是有好处 他在让他做这件事情 好 这时候 鱼人 鱼人 看了啊 说 于是 这人家那个时候 那果子好做食物 也越人的眼望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得有智慧 就摘下来吃了 这个时候 是不是这个 已经把神的话都忘了 对不对 神说你吃的时候 毕竟是死 他前面还知道说 不可吃不肯 我免得死 现在变成什么呢 被这个蛇一说之后 说觉得这个 能挺好呢 这个 能做食物 对吧 也什么能有人得智慧 所以就摘下来吃了 是不是因着这个蛇的 言语的疑惑 让他什么 违背了神的 什么 话语 然后就吃了 自己吃了之后 还给他丈夫 他丈夫也吃了 就是 亚当也吃了 亚当也吃了 这是 对今天 很多的电影里面 都在引用了 偷吃进果的 这个故事 好 好 他什么 亚当和夏娃 都什么 吃了这个三果 已经是背弃了 是吧 背弃神之间的约定 背弃神之间的约定 那么 那么做了之后 有什么后果 对吧 我记得吃了这个 这个树上的这个果子嘛 它叫善恶果 善恶树 这个树很特殊嘛 吃了之后会有什么 到底能怎么样 是吧 我来看一下 放写6章3 在这里 大空 叶和华说 人家属乎雪气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 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这里面讲了什么 这里面是翻译上面的一些上面的问题 这里面说的人气是无学性 其实是对照的什么呢 对照的神说的 原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原来的意义下 原来神和我们上次讲的那一颗活人土那一颗 他是用乙草造人 造人之后吹了什么 吹了身体进去 对 吹了身体进去以后变成了活人 变成了活人 那么这里面讲的是什么 说是人气属于血气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只属于这个什么 属于回归尘土 为什么呢 因为说神的灵住在他里面 那生气就是什么 就没了 生气没了 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吃了那个上万活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 他神说的必定死 其实你已经死了 问什么死吧 我们学过活人死 他是什么 灵死了一口 因为神的灵不住在他里面 神的灵就死掉了 只不过是什么 只不过你这个肉身 才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 也就是说 你吃了甲当下王 他违背了神的约定 现在这个战后 那么神是活的 应该说 岁数 比较大的 应该也就是在 一百二十年 这个样子 当日 也有的记载 超过这个数字的 这个我们 去纠结 这是约约那路纪了 你这个 还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年 那么为什么 很多人 他现在活到一百二十年 对吧 有这些是什么 他违背了神的话语之后 违背了 约定之后 神的灵就离开了 神的灵就离开了 他其实就是 灵已经死掉了 这就是神说的必定 但是肉体 还活着 还当时呢 就是伯格 一百二十年 这些样子 那么神离开了 又领他上了高山 下时间 把天下的万活都 这里他是紧接书 我不吃藏一些书的 所以他说 这一切全柄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始交互 我愿意给你 这个魔鬼 魔鬼 耶稣说什么呢 说天下万活 一切的全领和活 活都要 但是呢 这个 魔鬼的试探 这个我们 其他的地方 没有查找 那么神离开以后 就是魔鬼撒旦来掌管 天下万活 对吧 所以这个也和我们说什么 所经历的那些老虎仇烦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这里呢 这就提我们的 把这个 罪和数 不过 你们所提的 云罪 那就显得清楚 罪是一人入了这个世界 对吧 就是从亚当这里 亚当是当时 死 有罪才会死 那么这个罪呢 从亚当那来 那到后面的人呢 已经没有权利 选择说 我没有罪 因为你本身就是 从亚当这里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人家应该带着这个 连罪 然后还有这个遗传罪 一代一代 然后还有什么 自犯罪 所以说才有了什么 有了死 越来越靠 这里边 它圣经当中是有记载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里不去挨个去 查考这些人 它是多少事 等 这时候 如果有兴趣 找到 再发给 人活了多少 都有记住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现金的 这个七八十岁 又是怎样的一个 这个情况 把活着 感觉又 是不是 像开始的时候 人说的这种 安出美好 我们看一下 时间的九 时间 九到十 我们经过的都在正路 我们杜金的年岁 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 是七十岁 都是强壮子到八十岁 但其中说 金花的 或是老虎头感 转移 我们便如飞而成 在这个茫茫的历史当中啊 漫长的这个 我们促进的年岁 我们促进的年岁 好像一生叹息 就是把这个时间轴 拉长啊 人在活的这一 长两个几十年啊 其实就像一生叹息一样 就不止了 那所清花的 不过是老虎头 这里呢 你稍微展开一下 但是你其实也有想到 怎么来理解这个老虎头发呢 当心啊 我们也是经历了 几十年的这个赤上 对吧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刚生下来的时候 发发最低的时候 就知道什么 吃喝的时候 小孩子 很无忧无虑的时候 还在 很多东西都不懂 那个时候不知道 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啊 其实是最开心的 对吧 就是从零岁到上幼儿园之前 啊 就可以玩 就知道玩就可以了 就吃好玩好 对吧 不生意 然后就蛮开心的 但是其实呢 那个时候呢 有些时候会 有些什么 已经会有一些小毛病 因为从这个母体啊 带给他的这个免疫力啊 啊 可以到什么 大概可以到五六岁 但是有的呢 我们看一下啊 其实在医院里 都很小的时候 有些就有这样大的问题 小毛病就有了 啊 但但但我们来说 这个情形呢 还蛮舒服 然后到了什么 开始上学 开始上学 现在普遍的啊 你可能有些大城市 更严重一点 就是开始上学的时候 就开始卷 啊 就开始什么 进去课 辅导班 啊 那个从很小的孩子 背的书包就很重 啊 从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什么 开始了这个 这个求学的压力 啊 从入度员啊 从入拖 入圆 入小 就是每个门槛就开始啊 家长也会弄的啊 很头疼 小孩子也弄的压力 求学这个过程啊 从一直到小学 到中学 到中学开始的时候 已经孩子的压力 已经不大了 因为我孩子正好 现在上初一 啊 我知道啊 就是我本身呢 给他这个 给孩子的要求啊 其实并没有很高 但他们自己 单级里边 本身的这个压力就很大 别的孩子都在那边 啊 避免的在学 所以孩子呢 也没办法 也得卷在这个潮流里 那再往后 就是中考 后面的高考 这个我们都经历过的啊 这个都是什么 压力很大 是吧 那么 压力很大了 嗯 考上 这个 大学了 啊 我们先说考上大学的啊 嗯 嗯 考上大学了 开始 就是 读书 然后什么 工作 是吧 这个工作 其实现在 尤其是现在经济 首先啊 整个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其实现在就业压力 有很多学校毕业 就是意味着失业 在意 状态 对吧 然后呢 现在就算有工作 这个工作 也不好 也不 多数都是不是那么好做 也就是说 钱没那么好赚 但是呢 你花钱的地方 有很多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要面临的什么 工作以后 要面临了成家 啊 成家的这个压力 啊 管贷 是吧 要买房子啊 啊 房贷 车贷 啊 各种费用 然后从家之后要生 要孩子 啊 孩子出来之后这个 费用就更多了 各种发酵更大 对吧 就是这个工作生涯 然后呢 就是工作生涯 结束之后就是退休 啊 退休了之后 基本上 那现在要延长退休 反正基本上就是 到时候身体也感受 就是差不多了 对吧 然后那个时候也 就70岁 对吧 20岁 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就走最近的例子 这个疫情 把现在的疫情 啊 在疫情当中 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 对吧 然后没有失去生命的 大家也都被这个病毒袭击 进去过之后 身体也舒服 以前 怕很多 每个人程度不一样 对吧 这个过程当中 从小学开始 一直到 七八十岁 整个过程当中 都会有疾病了 对吧 半生 过大过小 对吧 那到医院之后 三两天 嗯 这个 看到去医院 在医院里面人满 基本上这个 到处都是排队 玩大人小孩 都会这样那样的 问题 啊 不是考上大学 那么如果没考上大学的 可能就啊 就直接就开始要工作了 这个时候干的 就是更艰苦的工作 那基本上就是 是更没有什么 没有说过的 就是过程 对吧 所以 花点时间来讲这个 想说的是什么 咱解释的是 啊 说他 所精夸的 在乌坏这种 劳苦愁患 劳苦愁患 对吧 事情当中啊 有几个经文 对这个人生 进行了一个啊 一些描述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一家割出了 四张十字笔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一雾 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嗯 这里面说什么 就是明天如何 对吧 明天会发生什么 其实我们 对我们人来讲 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啊 生命是什么 像是一片是吧 云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像没看天上的云 原来一片已经 然后风一吹就没了 啊 这个是在死命中的啊 人 现在五个就是 像云雾一样啊 短暂 啊 这个描述 另外一个呢 在传道书的一张一到二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一通三的作谎 大卫一二级 很道 对 在一通三的作谎 喊道之处 虚枯为虚空 虚枯为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这里边说什么 强调了人的一生啊 都是什么 虚空 这上有句话啊 叫什么呢 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对吧 空空的来 空空的走 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边说什么 人生他叫什么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是吧 那么到现在这几节经文查完之后 是吧 我们是感觉到现在的人生啊 老苦愁烦 是吧 虚空 像淫雾一样 感觉到这人生啊 人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意义和盼望 对不对 那么神他在造人的时候 他是想让人这样子吧 自己能让精力 老苦除凡 然后无非要去 那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对不对 你看 我觉得这生下来如果就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话 对不对 有的确实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这个疑症啊 对吧 疑虑症的人 有很多自杀的人 对不对 对不对 他们就觉得那我不如早死不早解脱了吗 怎么要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你再精彩 你再赚再多的钱 你再建多时光 那你还是要死的 那我既然现在如果说我觉得不适当的话 那我就干嘛呢 我之前的时候也有过 人生低谷的时候也有过这种事情 所以不明白啊 如果没有查考 觉得这个好像没有意义 对不对 那如果相对顺利一点 那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如果说很痛苦的这个经历的话 那真的是就是活着干嘛呢 对不对 对不对 理反我们的一个不考 那是不是谁想改人 人生 谁想让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个人 开始我们也说了 其实人体它是珍藏是吧 珍藏神奇的一个系统 这个结构 我们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的手夹个椅子 举例被不小心划伤了 对不对 不小心划伤了 它其实是什么 其实有自欲的能力 是吧 因为不管是药也好 痛的也好 这个也只是辅助的 不被感染啊 不被 只是帮忙保护一下 其实本身它能恢复是因为它的自欲能力 包括感冒这些疾病 它靠的是体内的什么 免疫力 这些问题之后 神 不是神 就是人身上会有像士兵一样的免疫细胞 对不对 出来把这些病毒杀掉 然后病 好了 对不对 它自身有非常完善的一套系统 但是 但是造出人 也就几十年 在完善它还是要这个东西 对吧 还是没有理 那为什么我们看 从以前 吉祖王的时候 他就想过什么呀 产生不老 对不对 让人家造仙丹 炼丹 对吧 你吃了最好 能长生不老 他不想死 他统一了六国之后 他不想死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 德瓦叔您讲的是什么 西游记里面 对吧 西游记里面说 吃一口唐生肉 能长生不老 而且西天取经 也是修得真经 也能成佛成天 也能长生不老 还有那个 有个叫什么 人生果 对吧 吃了也能长生不老 对不对 这些导演也好 这些人也好 就都想什么 都想能够是吧 一直活着都好 对不对 然后我苦点 不要紧 我苦点 我只要是能说我能一直活着 对吧 我起码我是有盼望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都有这种 反正不老的一个想法 看一下 传道书的三大师 刚才是一张 传道书的一张 我翻两张 三张十一 神兆万物 如果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世之中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在那边讲什么 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为什么 刚才举例子说 很多人要长生不老 对吧 想一直活着 这是什么 这是神把永生安置在了人的世人心里 也就是说在人的心里 都有永生的盼望 那么有的时候 它只能明显 有的时候没那么显 有的时候 在人年纪大了 即将老去的时候 他会有这种不想死的想法 会比较强烈 有的时候经历了重大疾病的时候 他又像求生的这个运动 这个时候就有这个什么 就显示的比较明显 正常活得好好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什么 但是 每个人 他的心里都有 都有永生的 因为是什么 神在造人的时候 他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前后在讲 老虎囚犯各种提定 这个是谁 是他想要听的吗 我们看一下 10厘米埃哥的三张 第十三 10厘米埃哥 才 9厘米埃哥 5厘米 就是 这一对一对一对你 脂肪 看到的时候在后面 所以 他就这么 刚 因为他并不担心使人受 使人忧愁 说神他变好甘心使人受 也就是说这个 劳苦厨房受 抚不是什么 送神来的 神看着也不甘心 神看着也甘心 所以说他没有放弃过对人的拯救 我们在查考完整本顺经之后呢 他的整个拯救的计划也都会慢慢的显示 显明出来 这一切呢 神看着也是很 相当于 是吧 比如说我们养了一个虫虫 虫虫吧 养了同狗 虫虫虫虫虫 那也比较忠诚 是吧 但是狗的我的年龄呢 大不如是十四五岁 人的年龄现在活的比较长 养着 养着 到十四五岁的时候 他死的 你这个时候人 到不少咱的 我们举这个例子就相当于神 看着人造死一开始 造人之后因为他人犯了罪以后 就一代再这么死 虽然说他有罪 但是他看着他一代再死 他也心里面很痛苦 咋不甘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神所愿情的过程 神想让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我们看时间当中 在原案一出的二章二十五 原案一出是在 现在实际上是不变 不然是不变 二十五 如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这句话很短 很短就讲到了 这个主也就 神跟我们讲 他不想让人一代一代的活跃 主所应许我们 这和前面讲的说 主将永生安置在人心中 是一个对应 安置在人心中 人不想死 但是主神也不想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也是在于汉语书的五章十三节 我将这些话 提给你信奉神好之精明的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信奉神 儿子之名的人 就是信奉耶稣的人 那叫你们知道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 是约翰 这是耶稣的门徒写的 约翰 按照当时耶稣基督的指示 写的 写说 你们看这个 约翰一书这个是 出信书 他说你们看这个 写给你们信奉神 而是你们的 提供耶稣的人 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这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 要告诉你们 神像 让你们知道好 你们其实自己 是有永生的 这句话字面下是怎么理解 当然这句话的 生从死的含义是很深的 我们在后面不停地谈好多 这里我们知道什么呢 只是说 约翰记录下来了 说信奉神 是耶稣之名的人 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有永生 这句话 反正这句话 还有非常深的奥秘在里面 不是表面上讲的这么简单 但是有一个 刚才我讲到的 就是神在整个整本圣经当中 有一个什么 非常严密的一个拯救计划 想让人不要一代代的死去 后面会通过 如果的查考 会来查考到 那么 说的是什么 神允许我们 也说了说 信奉 神 徒弟们 什么时候有这个事情 看一下 启示录的21张 胡照 这个是最后一件 启示录的二十一张胡照 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诚新耶路上的女友神那里从天而降举, 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然后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了,神的帐幕在人精,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名,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也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那么,《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最后一卷书,它是每一年书。 那么,起初一共有22章, 那么21章的时候,基本上进入了起初的尾声, 也就是说,神的整个的计划在这里进行一个什么, 完成,它最终的计划的完成。 完成以后呢,它就是说, 它看到一个新天心, 一个全新, 之前的过去, 然后什么呢, 说是什么, 圣承新教的三老从神那里, 从天而降。 第三节里面说什么, 神的账目在给金, 要以人同住。 那么要做它的,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神的一个账目, 前面神, 还有所属神的这些灵, 要降下来, 以人同住。 然后呢, 说是什么, 它去它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被复号统统, 因为以前的死。 在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到了, 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 说是什么, 安淑美好的日, 对吧, 按照人的形象, 按照神的形象来造人, 然后过着安心美好的日, 安息了。 然后中间发生了一些, 对吧, 这个犯罪, 然后死亡的一件事情, 然后来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时候, 神又说什么, 说神的账目又什么, 又以人同住又回来, 回来以后,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被哭抱统统, 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圣经当中这么记载了, 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说了, 对吧, 为什么前面说了, 主应许我们自由永生, 也将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中, 然后在神最后的经书当中, 也记录了说, 神的账目这个时候会与人同住, 然后不再有死亡, 这是祂的最终的计划的完成, 当然这里边,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在这里, 就是拎着这个主题来讲, 后边会一步一步的查考到, 到底是怎么个计划, 怎么个计划, 这里呢就是不做太深层色的一个去挖起的, 因为它中间还有, 你现在开始读书, 我们小学告诉你开始读书, 读好了之后呢, 已经能考上大学, 考上大学之后呢, 已经做好多工作, 那中间那个过程, 才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这里只要知道, 当中现在它是这么来记载, 说是什么, 那账务会降下来与人同住, 这个时候呢, 就不再有死亡, 因为神是有什么, 把他与人同住了, 那与这个人呢, 也能用, 也能, 不要在乎, 方案这里边, 讲一个图片, 就是关于什么, 前面的时候什么, 罪的问题, 把罪的问题要去决, 因为神是圣洁的, 他不能什么, 你罪人同住, 神这里, 做补充一点的话呢, 当时就说, 人犯了罪以后, 神为什么要离开了图片, 没人讲过呢, 神不是说怕你这个, 怕你这个魔鬼打蛋, 怕你这个罪, 而是, 你人身有罪的话, 神在, 和你同住的话, 神会把这个圣洁, 会把这个罪直接击掉了, 把罪灭掉, 那你罪在你身体里面, 把罪灭掉的时候, 人就会被击杀掉了, 所以说神不想, 看着人当时就死掉, 所以说才离开, 是这么回事, 阴暗离开, 想一想, 那么这个时候他回来, 他再回来的时候, 他在有什么, 罪的问题就死掉了, 没有罪的, 他才能回来, 还有罪, 他不能回来, 回来, 全部都要死掉, 这么回事, OK, 那么, 我们讲了这么一个过程之后, 我们先看看最后一点, 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那么, 到我们身上, 在前面讲的圣洁当中的记载, 人啊, 原来是怎么样的, 有神的形象和价值, 我来犯了罪, 犯了罪之后, 就是活的越来越短, 我经历了老婆过凡, 对吧, 然后最后呢, 哎, 神的帐篷又回到里边了, 他不再有死亡, 别说好听话,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来查考这个圣经, 因为这和我都有什么关系, 那我也, 我也希望最好, 哎, 谁能也能和我一起住啊, 我也, 非常心理老婆出发了, 对不对, 也都想做得舒服一点, 虽然说, 听起来好像有点天方夜谈, 但是呢, 这一道路这么写了, 那不是一程好吗, 对不对, 我相信他也没什么坏错, 对吧, 他又不是说, 对吧, 什么不好的事情, 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圣经当中也教了我们了, 教了人, 该怎么去做, 在哥罗西书的三章, 那西书是在西书水中, 不要, 彼此说话, 因为我们已经脱去救人, 和救人的习物,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 这些东西, 正如, 道他祖的形象, 怎么办呢, 这里面有个什么, 有一个说, 是脱去救人, 和救人的习物, 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在把知识上的静静增心, 就是什么造他主的形象, 造他主的形象, 那是什么形象, 那是什么, 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形象, 所以说这里面人要有这种变化, 就是说脱去救人, 和救人的习物, 也就是这个救人, 其实就是之前的这个, 对的这个, 救人, 穿上一个新人, 天人体上是在知识上, 渐渐的中心, 即使能跟人中心, 中心到什么呢, 中心到一个什么, 这里呢, 有和和弟兄那天, 冲决出来的, 暗线要连起来了, 我们来看, 要查到这个, 最后一个新闻, 在一部所说的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四级, 这新闻会先查过后, 查过后, 所说的, 上, 上,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 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了,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换, 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圣, 人意和圣洁, 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了, 因私欲的迷惑, 现在变坏了, 脱去之后, 而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 看上这个新人, 这个新人, 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 人意和圣性, 就是这个新人, 看一下这个过程, 原来是个旧人, 是因私欲迷惑的, 现在变坏了, 就是可以说是什么, 罪人, 有罪的人, 有罪的人, 罪的什么, 罪的工压, 没有, 就查找过了, 对不对, 有罪, 才会有, 那么这个罪人, 它会经历一个什么过程呢, 经历一个清道, 清道, 然后呢, 做这里边的这个教诲, 然后学习真理, 学习真理, 学习知识, 学习话语, 然后呢, 去更新, 上面的去更新, 把这个旧人, 一点一点, 就像用洗衣服去洗一样, 洗淀衣服一样, 当衣服, 一点一点的把它洗干净, 这个罪, 洗净, 人们洗净罪的这个洗衣服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抖, 洗完之后, 去更新, 成一个什么, 心, 这个心, 就是一个形象的样式, 也就是真理的能力和圣形, 但是这个人, 他充满了什么, 真理, 的人体, 谁里边说的都是真理的话语, 行出来的都是仁义的行为, 把这个罪洗干净, 圣洁了, 就是神的行为好样式, 这个时候, 神在降临的时候, 会和这样的人住, 那么这个时候, 他不再有死, 在出口时, 解决了这种问题, 解决了罪的问题, 神才能够你这个人, 回顾一下这种类, 那开始的时候, 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 神是什么, 其实按照自己的形象, 他造的, 他自己的形象就是真理的, 真理的, 对吧, 造的这个人是要他管理的, 然后呢, 或者是安出美好的人, 这是神起初造人的初衷, 当然, 由于什么, 由于, 人为废了, 与神之间的约定, 犯了罪, 被迷惑了, 这个蛇迷惑了, 犯了罪, 之后神离开了, 神如果不离开, 会把罪击杀掉, 因为这些人都会被死, 没法过, 神离开之后, 就是魔鬼撒旦, 就是这个迷惑者, 掌管万物, 掌管万物, 因着罪, 来到了人类, 来到了重力, 所以寿命, 到现在就七八十岁, 但是呢, 经历了这个老苦受苦, 虚空的虚空, 像云雾一样, 但是呢, 这不是神, 想要给我们的人, 神所应许, 神将用舌喷, 每个人都不想, 不对, 所以说, 神有他的, 什么, 拯救计划, 在准备这一段落, 他的拯救计划, 我们看, 刚才看到了最后的结果, 在最后一章的时候, 有他的结果, 就是神的掌握在人间, 要与其重处, 然后不再有死, 这么一个经文, 对吧, 所以听起来, 现在听起来, 感觉到很像, 尤其是对无神论者来讲, 或者说对唯物主义来讲, 这个简直就是, 不可思议, 天方涅谈, 对吧, 但是其实, 那么说这个话的人, 本身他想死, 对吧, 你们不妨问问, 对吧, 谁想死, 谁又想经理老虎出口, 谁不想有这个, 什么美好的叛望, 对不对, 那么这里边, 最后也给了我们, 给了我们要做的, 要更新的, 要想女神, 需要脱去, 就, 换成心, 这里边就是, 要去, 使尽了, 做, 需要, 需要, 需要真理, 去洗, 充满真理,然后形作出的一个形式,慢慢更新,更新成为先日的养生,这个先日的养生,这个先日的养生,那么就是充满了真理,人意,形作的就是人意的形式,然后什么,圣洁的实在,这样的实在可以与神通过,也不再有希望, 也就是什么,回到了一次性,整个的什么,从创世纪到清楚,经历了一路波折影,又回到了神最初造成,就能过上什么,安出美好的,这一课呢,这个主题其实呢, 把这个圣经的整个脉络,其实呢,从头到尾,先利用一下,对吧,先是最初的一段创世纪,讲了,要创造,对吧,造人,安出人,一样是造人,安出美好的日子,然后呢,中间经历了什么,经历了犯罪, 经历了死亡,对吧,漫长了岁月,然后到最后,最后一件事,其实那个时候告诉,神的这个计划是要什么, 是要回来自于人同主,是要除掉罪,其实,今天的这个主题,虽然说,不难,但是他已经,相当于把神的一些, 计划旨意 在这里先告诉我们 只不过这个过程 过程还有很多 但是呢 先让我们 就像我们来看那个 旧约新约这本 山一样 其实呢 这次呢 又是从高处 先看一下这个山 这比较 神到底是想干嘛 先告诉我们 今天的 是要查考的 谁以为是这个 找这个意思 就到这里 我问有两个问题想问 第一个是在 在路加福音四章五到六节 说撒旦掌管万物 撒旦什么时候开始掌管万物的 是 亚当一之火 他就算掌管万物 还是在比如说大洪水之后 还是什么时候开始 是在 神离开以后 在创世纪的六章三节里面 创世纪的六章三节 我们刚才查过的 亚当一之火 人既树无血气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你 当然你的日子 还可以活到 一百二十 这个时候呢 谁就什么 谁就离开了 这个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年 那个时候呢 我会撒旦开始掌管万物 其实呢 怎么说呢 说是从这个 亚当一吃果子 就 这个世界就 归撒旦来掌管了 也不过分 为什么呢 他吃了这个善恶果之后 他的灵 其实就死掉了 他的灵死掉了 其实就是神不与他同在的 对吧 就是神不与他同在 神不与他同在 就是神走了 为什么走呢 因为如果神不走 他这个罪啊 就会 因着神的圣体啊 被击杀掉 神走了以后 那么就是 魔鬼撒旦 在这个世上 就是新风作浪 但是呢 他并没有 一下子就能掌管万物 因为那一开始都是神 对吧 他掌管就是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过程 对吧 那虽然说神的灵 离开了 但是呢 亚大呢 他必然前面也受过 神的这个教诲 对吧 他可能一下子 就完全的 就是听从这个 撒旦了 所有的 鬼话 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一步一步的 开始掌管万物 一直到 我们看到圣经当中 记录的这个洛家福音的时候 也就是说 耶稣那个时候 对吧 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说什么 说他掌管了 这万物都是他的 这么来 就通过这么来 理解 就可以了 因为圣经当中 话是这么记载 因为这个事情 发生在 那个大洪水之前 所以 在洪水之前 撒旦就已经 开始掌管万物 然后一直到 耶稣来了之后 他仍然掌管万物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看什么时候 人的那个 生命能够 超过这个 这个数 就算是 他的这个 掌管万物的 这个事就结束了 因为现在 我们仍然没有 没有办到 这个事 所以他仍然 现在仍然是撒旦说算 他仍然在掌管 没错 没错 就是说 当然人能活的 你可以说是超过120岁 或者说他就一直活下去的时候 他就 对吧 当然就这个 能力就没有了 就是什么 神来 当前的时候 就是神与人同处的时候 就可以 可以用这个标准来 来衡量 另外就是关于 这个得胜的问题 因为经常会听到 说得胜 得胜 得胜 包括 有些传道也是会说 现在的话 神已经是得胜了 或者是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如果按照这样来说的话 那我们还是没有得胜了 你这个得胜是从 你是指哪一个得胜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 这个讲章里面会经常听到这个词啊 我们今天里面不是比我们今天的内容是吧 嗯 不算 比如说耶稣圣了那个撒旦的意思吧 那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得胜 得胜的宣告啊 或者怎么样 总而言之这种东西应该是很多很多的这个 对 所以那刚关于要得胜的话就有很多 嗯 有很多 得胜呢也就是要得胜什么 得胜魔鬼撒旦 对啊 但是呢 得胜呢有大得胜 有小得胜 那最后最大的得胜就是要什么 要战胜魔鬼 打蛋 战胜他之后才有什么 神才会什么 与人同住 这是最后的大得胜 那小得胜 我举个例子啊 小得胜 比如说 我们今天 要来学习 马来学习这里面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旧人要变成仙人 他是要学要听道 对吧 听道天之水 那么在这个听道的过程当中 他也不是什么 可能也不是一帆风筝 也会碰到一些脚绕 举个例子 就像那天 那个子妹可以说的 这个你坚持不下去 对吧 这个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 何弟兄 我虽然不知道当时是怎么 跟他说的 但是自己内心 内心是不是 已经得胜了 就这一点 是不是得胜了 他就说我 按下决心 我一定要解决 在这个点上 何弟兄是得胜了 他这个人呢 一般论断 或者说一个说评 这叫小得胜 包括举个例子 我们早上 我要早起一点 起来什么 读书经 或者说何弟兄的 录视情 把于吃太晚 把时间担务 那得胜 懒惰 也是一个得胜 对不对 所以说 有很多得胜 而得胜的意义 它不一样 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行走 这个过程当中 也要不断地 去战胜一些事情 但是最后的得胜 就是得胜 这个魔鬼打散 得胜是个弓 神用不住 不再有死 这是最后的得胜 但是这个最后的得胜 还没有 没有 到 因为 还没有 扣什么 一直活着 在庆祝 刚才 也没有说超过这个树 或者说 对吧 就一直活下去的情况 那就说明 这个魔鬼撒弹 现在还没有完全的 把它什么 全面的努力 但是在这个得胜的过程当中 这么来说 可以 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 另外一个问题是 是关于永生的问题 因为我们中间有说的一个课程 是 有一节课是关于永生什么的 一个确据 对吧 那 有没有这个 个人永生的一个确据呢 就是我 我能够 这个 比较 有把握的时候 我一定会 得到永生的 但是 有把握的时候 一定能得到永生了 没错 你是指这个经文 不是说人 比如说他在临死之前 他在临死之前 他能不能够 有把握的说自己 我一定会在天国得到永生了 哦 这个意思是吧 嗯 或者他怎么知道 他自己一定会在天国得到永生 有没有这个办法去证明 嗯 这个是这样子 因为 在耶稣的时候 耶稣来的时候 是吧 耶稣呢 他是作为神的儿子 就是神的灵 在耶稣身体里面做工 那么耶稣的肉体 虽然 虽然 被镜上了十字架 但是耶稣的灵 是来到了神的右边 大家怎么听我发现 来到了神的右边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神同住了 对不对 啊 以神同住的意思是什么了 就是什么 就是永生 因为神他是永生的嘛 对不对 你能够来到神的旁边的 啊 能够来到神的旁边的 都是什么 都不是 都是不死 因为不然的话 你就没法和神是吧 同住的 这个可以理解吗 嗯 对 这相当于 嗯 我们看一下 马特福音的 呃 十六章十九节 就是这种节 到了 马特福音的十六章十九节 说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 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哎 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啊 基督基督飞后十字架之后 啊 复活以后 后来呢 就是什么啊 被接到了神的右边 来到了天上 那么耶稣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 他的灵 啊 他的肉体不是定在 十字架上的吗 但是耶稣的灵 他就是和神在一起 是永生的 是吧 啊 然后还有哪些人呢 我们前面也讲过啊 就是耶稣的什么 门徒和使徒们 他们为了 谈讲 神的这个 真理的话语 为了谈讲 神的这个话语 什么 信教 耶稣说什么 我去受为为 这个地方 啊 我父的家里 有很多的地方 是吧 去为你们 这个地方 你们也会来到那里 也就是说 这些门徒和使徒们的灵 信教者们的灵 也和耶稣一起 在实在什么 右边 他们也是 永生的灵 就是灵 是一直和神在一起 但是他们的肉体 就已经听到 也就是 也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 肉体 永生的 这个 情况 没有听到 但是呢 耶稣的灵 还有信教者们的灵 他这些灵 都是和神在一起 那么 再多讲一点的话 肉体 永生 到现在 没有 确实还没有 出现过 为什么呢 就是一门灵 对吧 总之一个人 从那个 亚当夏娃 开始就有 醉出来 醉出来之后 就一代代的 醉 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以为 就说明 醉没有完全的被 被处理掉 墨碑撒蛋 没有完全的被 什么 解决掉 那么 什么时候被解决掉呢 就是在什么 我们刚才看了 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的 一道四节里面 看到 这个 一个什么 第二节说 圣从新耶路撒冷 从神那里 从天而降 这个圣从新耶路撒冷 是指什么呢 就是神 耶稣 把这些殉教者的灵们 组成了 这个组织 他就把他叫 圣从新耶路撒冷 这个时候 这些灵 降下来 降在什么 降在人间 降在人间 降在哪里呢 我们前面说过 说人是什么 人是神所 尊重了天地 是居住的 独物 这个灵 人降在人身上 那这个人 他必须是什么呢 必须是 从旧人 患成了这个心 我们刚才最后 讲 听到受教 去慢慢 分心 然后变成 没有罪的样子 那么这个灵 降下来 和这个人 没有罪的人 降到一起的时候 神说 不再有死亡 被害破坏 最终的 完成了他们 什么 最终的计划 那个时候就不会 在有肉体上的死 就会有人 一直活着的情况出现 这个也是什么 人家 一开始说的 什么 我今天举的例子 说是 其实黄爷好 西游记里面 他想长生不老的 这个什么 面头 可以实践 这个是神最多的 大的计划 也是 就是我刚才 从和弟兄问这个问题 你知道我刚才讲的 其实呢 我就 这个整个的圣经 整个的降临盖 灵了 也就是 神的拯救计划 他是有着 几步曲 最后完成 最后完成 但是呢 因为这个内容呢 比较多 会一步一步的 当然我说呢 比如说可能走到 一二三 三大步 这三大步里面 还有 你看 几十上百个小步 一步一步一步 可以去踏步 就专门 是这个意思 嗯 可以可以 还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问题 就是 经常会听到他们说老我新我之类的问题 而很少听到他们说新人老人之类的问题 或者新人旧人之类的问题 老我新我这样的说法是在哪里出现的 为什么他们喜欢去引用这个 还是因为我们的传道人喜欢这样去讲 所以就导致大家都是在说老我新我的 老我新我 是吧 因为我 我这个 也听说过这个说法 但是呢 这个 事情当中呢 没有这个 就是老我新我的说法 但是呢 我想啊 他们 说的这个呢 其实就是什么 救人新人的 这么一个说法 可能不完全一样 但是 他给他的意思 应该是类似这个意思 老我就是什么 就是以前的我 对不对 以前的我就是旧的 旧 圣经那中就写了 这意思是因为他比较坏的 对不对 那么新我 其实就是一种 更新了以后的一个样子 因为圣经那中没有去讲老我新我 所以我也 在这里不能讲说 他说的老我新我 就是咱说的 救人新人 但是我 我想呢 他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还是按照 声音当中来讲 声音当中去说 救人 怎么去变成新人 这么来 这么来理解 也不去 过多的去纠结 他说的这个 后悔行我 到底这个 什么意思 因为 咱也没有 完整的听他 到底想表达的 这个意思 但是我 我觉得呢 他应该想往这个方面去讲 往这个对吧 救人新人上面去讲 嗯 嗯 这样 嗯 应该是有很多这个喜欢这么去写 他那句话 他讲章可能是喜欢这么 他讲章可能喜欢这么去写 啊 喜欢这么去写 对 讲章可能喜欢这么去写 然后 然后 那个 那个 传道人喜欢这么去说 嗯 是有这种说法 我也听说过 但是呢 我们 还是按照 社区上面的 这个原文去讲 对吧 讲的是救人新人 另外这个上面来讲 啊 救人怎么定是新人 嗯 嗯 我刚才也检索了一下 并没有说这个老我心我在声音当中 说 嗯 我这个呢 也不是说很很那个的啊 很又急的一个一个一个问题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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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核定有还有问题吗 那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我想问你 就是说 其实啊 我刚才一开始我也说了 就是说 对无声认者的讲 种路主义教育的讲 就是说 嗯 再说的那个点 就是进化论的一个角度来 假设的一个角度来讲 嗯 对永生啊 他们还是 嗯 就是很难接受的 或者说千方夜才 那我不知道 嗯 和这种通过 我们今天在这个事情的查告 提到这个问题 嗯 一感觉或者说 现在听下来是什么样的 不可置论 时候呢 不可置论 不可置论 嗯 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态度 不可置论 就我并不会 因为 一来就站在觉得 这个基督教的东西就胡说八道的地步 但我也不会说 一上来就 捧着他说怎么怎么样 我曾经遇到过有人来我 课堂上面来听希伯拉语 语的人 他当时 嗯 因为我当时是找那个 一个 教会界的场地 然后那个 那里面 有一个人就拿了个证金 发了几页 发了几页之后 他就说 嗯 以后不会再来 因为觉得这个纯粹是属于胡说八道 完全觉得特别可特别可笑的一些故事 对 因为 你回来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意思 有这个时间不如去探索一下 对吧 探索一下 对 OK 这个呢 呃 对 这个呢 呃 这种 态度 或者说立场 这呢 是属于 一个 一个 客观的 对吧 客观的一个立场 嗯 嗯 首先呢 就说 永生这件事情呢 就是每个人提到的时候 他的反应都不一样 对吧 反应都不一样 但是呢 我们呢 今天呢 我们查考的是圣经当中的说法 是吧 圣经当中这么记载的 啊 我们就这么去查考 所以说 啊 道题 能不能实现 或者说什么时候实现 怎么实现 是吧 这些内容呢 圣经当中既然提了 他就告诉你 啊 会有这个逻辑 通过我们后面的查法 都会告诉你 当时呢 我也是 就是我听到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的这个 震动啊 会 比合并还要大一点怒 我当时 因为我们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课程的安排啊 啊 有些时候可能是名字不一样 有些时候 这些平行课程 就是有的 先讲这一课 先讲那一课 因为主题不一样 可以平行讲 到后面呢 一层一层往上讲 因为那时候我蛮早就听见这个课 我其实是很难接受的 啊 但是呢 那有一点呢 我核定一样 就说我先 先听听一下 这是探索 或者说我想去了解一下到底 这个他为什么这么说 嗯 对不对 他怎么那个达到呢 虽然这是好事 但是觉得很奇怪 对 所以说呢 我们呢 确实需要 什么 有一颗啊 这个探索的心 想去明白 想去了解的心 这个心 也很重要 很重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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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到那个主导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叫做使徒遗训 使徒遗训 嗯 说什么 嗯 因为我那个使徒遗训的话 我昨天录的视频里面 正好使徒遗训里面也出现了一次 正好也出现了一次主导文 我没有想到 我那边 圣经希腊语读本里面的话 他没有节选 马太福音的这一段 但他节选的 那个使徒遗训里面的一段 居然他还埋了一个这个 当论吉 当论吉 这个所谓 禁食和祷告的时候 嗯 禁食他怎么样怎么样禁食 然后后面祷告应该像什么什么样子祷告 而不像什么什么样子祷告 祷告的时候他举的例子就是主导文 对 对 对 很多的 对很多的书籍引用了这一块 主导文 嗯 嗯 嗯 我们到后边 到比较后边的时候会来 详细地打考这个主导文的每句话的深层次的含义 嗯 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更明白 为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分享完之后啊 会去献上这个主导文啊 明示话看起来啊 但是呢 也是一种 算它 它是一种敬畏的啊 嗯 嗯 就是嗯 和弟兄呢 也不是太反感 那我们就 有这样一个仪式 哎 都下去了 嗯 像你们明修的时候 你们会去看比如说 呃 初代教父的那些东西吗 或者像一些其他的这些 除了圣经以外的其他的一些 嗯 我倒是 嗯 我在这个学习这个圣经的时候 倒是 现在当时挺单纯的 或者说就是挺白的吧 嗯 就挺碰一张白纸 一张白纸呢 然后我那个时候学的时候呢 我本身呢当时也是比较忙 就是我除了我的工作之外 我还要弄孩子 然后我还是抽时间去学的 嗯 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再去看别的 嗯 再去找别的 然后所以说呢 我就真的是 只是跟着这个 这个圣经本文的一个查考 嗯 没有去看其他的 这些这个东西 嗯 嗯 当然一方面是时间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 这个引导的问题啊 没有去对对对对其他的 嗯 这么多的了解 因为当时我学的时候呢 那个分享的 医生姊妹也是说啊 我们就是啊 人严本本的 根据这个圣经来查读 嗯 那么我也就 就这么真的 跟着来了 嗯 就这么回事啊 嗯 嗯 嗯 好吧 喂 喂 喂 哎 你听到吗 刚才我说的听到了 对吧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那好的 好那我们 就说一 主导文结束啊 嗯 我们在天上的 不是 你教导我们说 我们在天上的 嗯 因为人都尊重于的 我们要使 我命的活性 下方 愿人的主意 依然在天上 不同天吶天上 我们又要每一个 天守 天守 遍我们的战争 对 伦补我们的战争 对 对 嗯 好 感谢神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 好的 好 谢谢啊 嗯 哦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